焗了一晚,完成,再煮一滾 好,熄火 下了鹽,試了味,OK的了 先把媽媽拿到 哇,材料好漂亮喔 你這個可以完成嗎? 是啊,你喝一碗 我不喝,我就睡了 你拿去你媽媽拿嗎? 是啊,你幫不幫我拿嗎? 都好,不過很多東西拿 那不用了,我自己拿吧 那你幫媽媽拿吧 好,那我拿一壺給你,你發公司吧 好啊,好啊 阿王花,為仙人掌科良天齒屬植物 原產於墨西哥,南美洲熱帶雨林 現全世界的熱帶,亞熱帶地區均有栽培 主要用於製作花磚淨湯 具有清新潤肺,養嬰不虛,養鹽互腹的功效 一,清新潤肺 阿王花杏寒涼,用其包糖具有清新潤肺 清熟解熱,除痰止咳的作用 二,養鹽护膚 阿王花能夠幫助清除內熱,加快身體新陳代謝 促進毒素的排泄 有效避免因為毒素堆積引起的皮膚黯淡 長豆,刷牢等問題,幫助美容養鹽 三,養鹽補虛 阿王花能夠幫助清熱養鹽補虛 其味清香,湯甜滑,是極好的清補湯料 阿王花除了可以作為食材被人們食用外 還具有豐富的藥用功效 中醫學認為,其性胃肝,涼 入肺,具有清熱痰,除肌熱,离痰火等功效 阿王花包糖具有清新潤肺 清熟解熱,除痰止咳的作用 且對輔助治療腦動脈硬化 心血管疾病,結合病,知其管炎 腮腺炎等有明顯療效 霸王花,別名又叫做健花 每年的端午到中秋節這段時間是霸王花的花期 硕大的花朵十分的霸氣,而在中醫當中 霸王花用來煲湯喝還有助諸多的養生價值及功效 營養成分分析結果表明,霸王花肝製品中主要含水 蛋白質,粗纤維以及鈣,零等營養成分 而在蛋白質測試結果表明,霸王花至少含有13種氨基酸 這也是其對肌體具有一定的滋補作用的基礎 要用價值方面,霸王花屬於性微寒而乾的藥材 具有清熱潤肺,除痰止咳的功效 臨床上可用肺肺結合,支氣管炎,緊淋巴結結合 腮腺炎等疾病症狀的治療,霸王花煲湯喝的好處 1.清熱潤肺 嬰兒用其煲湯喝對於內火旺盛 炎肝舌燥方面的疾病症狀有緩解的作用 2.除痰止咳 二王花除了清熱作用之外,還有驅痰的作用 用來煲湯喝對於肌熱所引起的落痰 黃愁等疾病症狀有緩解的效果 3.清補作用 二王花是具有一定的滋補效果的 其中含有的豐富多樣的氨基酸 可以供給人體所需的營養和能量 加上其性微寒,因而具有清補的作用 4.緩解便秘 緩解便秘方面 主要是針對燥熱所引起的便秘症狀來說 二王花具有清熱的作用 可以幫助緩解燥熱 同時其中含有的纖維素 有促進腸道蠕動的作用 因而可改善便秘的症狀 二王花雖好,兩類人不宜飲用 一,孕婦和精妻女性不宜 豹王花偏寒涼 對於孕婦和精妻女性 應避免飲用 以免加重體內含性 二,寒失坦咳者不宜飲用 豹王花雖有止咳化痰的作用 但前提是熱性因素所引起的 而對於含性所引起的咳嗽症狀 豹王花則不宜飲用 十二月中,天氣仍是二十多度 身體不多不少都積熱在裡面 煲這款霸王花合掌瓜湯,適合 合掌瓜先用鹽清洗乾淨 大家有沒有看過我之前的合掌瓜湯水介紹呢? 合掌瓜屬於瓜類的營養是最豐富 它有豐富的蛋白質鈣 維生素、礦物質、含量都是高於其他瓜類的 熱量又低,最近超市或街市都很容易找到很好的合掌瓜 另外我會加一條有例的紅蘿蔔 紅蘿蔔含豐富葉黃素、β胡蘿蔔素 可以預防夜蠻靜 這些要切掉,那些核 那些核不要 是嗎? 是呀,每次我都有切的 你現在不知,你不一定喝的 你見吃合掌瓜時有核嗎? 沒有核的,我給你吃的 那你以後知道,懂得做 另外會加養胃健脾,保腎強筋的核子 安腎健脾的蓮子 養陰潤肺清心安腎的白盒 益腎固精健脾止瀉的纏實 富含高質量蛋白質的黃豆 所有材料預先浸泡4小時以上 黃豆你可以隔夜浸 會更好,記得要換幾次水 現在輪到介紹今次的主角霸王花 霸王花也要預先浸泡 也要換幾次水 例如霸王花,聖微寒,微甘,入廢經 媽媽跟我說,她以前小時候 在鄉下的時候,霸王花是用新鮮的來煲湯 其實小時候的霸王花是沒那麼涼的 拿霸王花來煲湯也有很多好處 尤其是內火旺盛 從營養成分分析結果來說 她的蛋白質測試 霸王花至少含有13種氨基酸 所以對我們身體來說 是具有一定的滋補作用 另外這個湯我會加 去痰止咳清肺火的沙心 還有健脾補虛的淮山 抗炎消腫的毛花果 行慶健脾化痰里氣的沉皮 這個也是絕配來的 所有材料搞定了 切好了 好煲得 GO 先加少許油爆炒一下材料 炒到香才加紅蘿蔔和合掌瓜 略為半炒後加滾水 放入已經浸洗的霸王花 沙心無花果 淮山陳皮 千萬不要漏了 補血健胃又健脾的椰棗 加了湯會比較甜 這個湯我用了6公升水 滾起記得刮一下 看看有沒有材料黏底 我會先煮一小時 滑這麼快又滾起了 雖然霸王花有這麼多好處 但有兩類人是不適宜飲用的 第一類是孕婦和京其中的女性 因為霸王花偏寒涼 對於孕婦和京的女性 儘量避免飲用 以免加重體內的寒性 第二類是寒濕痰咳咳者 不易飲用 雖然霸王花有止咳發痰作用 但前提是 因熱性所引致 而寒性所引致的咳嗽 就不適宜飲用了 霸王花合掌瓜清熱紫咳糖 材料有 霸王花56克 合掌瓜2個 紅蘿蔔1條 黃豆38克 8合23克 煉籽38克 池實30克 淮山33克 沙心30克 栗子50克 光毛花果6粒 椰棗5粒 沉皮3克 清水6公升 喜歡我的介紹 歡迎點贊 訂閱 按鈴仔 下星期見